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卧室是现代家居风水当中的重中之重 而睡的床又是卧室最核心最重要的家居一个部分 那么人们在家中的时候会觉得很长时间都是躺在睡床上 而睡觉的时候我们说是人自我防御能力最差 气场最薄弱的环节 因此我们如果床跟床周边不能有丝毫的煞气 我们来讲一讲床的周边的一些风水的一些忌讳 那么睡床最好是木制的 铜铁铝这种金属材质的床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只有大自然的磁场才是最健康的 任何破坏自然磁场的事物都是煞物 铜铁铝这样的金属尤其是钢铁会破坏自然磁场 产生煞气不利于这个卧床者的健康 由于这个睡床的气息的我们说气场一静 不要使用这种造型和图案过于夸张的睡床 在床上包括床上用品也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被子啊被褥啊床单的啊 不要印一些非常啊这个夸张的图案 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呢 我们说地球是大磁场 尽管无法用肉眼看到 但是磁场对人的生活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啊 我们的磁争指南或者指北 是因为磁场南北向的一个朝向 那么人的肉体啊 也要顺着磁场的方向啊 休息才是最佳的 不宜被磁场横切着 因此呢南北睡 优于东西睡 你不一定要睡的时候 床是南北朝向啊 那么床头呢最好是朝南湖的朝北 而且民俗当中认为啊 西方是不急的啊 西方是这个什么啊 这个桃花啊 这个婚恋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所以说床头最好不要朝西 朝朝这个正西啊 很多床的这个床体内或者床下面呢 有香柜或者是抽屉啊 这样的话 存放一些衣物和这个被褥啊 这种这种东西啊 是不宜放一些这个衣物和这个干净的被褥是可以的 不宜放一些金属器物啊 旧的笔记本电脑啊 旧手机啊 废旧的电器啊 这种杂物啊 其实空架子的床底也要经常的清扫 不能乱丢杂物 保持床底的干净整洁才能够使这个床啊 有个健康纯净的气场 那么床的正上方的屋顶的布置啊 正上方屋顶的布置啊 对居住者的运势也是很大的 如果是睡上正上方屋顶最好是这个要水平的啊 不能有衡量压顶啊 否则会导致这个休息的人的身体不适运势不稳啊 现代屋顶当中一般的会安装一个吊灯啊 吊灯的最好是以素牙简洁啊 如果是过于夸张的造型啊 会对睡的人呢 形成一种压迫之势啊 不利于健康 好了 有关这个床的一些风水啊 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